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场中美贸易战对于习近平来说 已经越来越变成一场权力保卫战 因为现在贸易战的发展趋势 对习近平是越来越不利 使习近平感到他的权力越来越受到威胁 所以习近平现在最关注的已经不是贸易战本身 也不是中国能不能打赢贸易战的问题 而他自己能不能继续掳揽大权 或者说是怎么样保住他的权力的问题 这才是习近平的当务之急 那么经过了很多的所谓波折 栽了很多跟头之后 习近平终于明白他对美国越强硬 越是要来什么不惜一切代价以牙还牙 他反而越是给自己挖坑 就越让他面临失去权力的威胁 或者说是各种各样的威胁 所以现在习近平也意识到 如果他对美国忽然投降 反而是有助于保住他的权力 这就像在清朝末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清朝皇帝对于外国还是很强硬 他们还是很要面子 1894年中国跟日本因为朝鲜的问题打仗 爆发了甲午战争 这就是为了一个面子问题 因为在过去清政府曾经有很多的附属国 那是很威风的 可是随着西洋列强的入侵 清政府的附属国就逐渐全丢掉了 最后只剩下朝鲜这一个唯一的附属国 如果朝鲜再丢掉的话 那么中国一个附属国也没有了 好像就太没有面子了 所以说当时候清王朝是为了保住朝鲜这个附属国 为了这个面子 中国和日本爆发了一场战争 当年的这个甲午战争和现在的中美贸易战 可以说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当初清政府认为中国是大国 日本就是一个罪而小国了 认为日本对中国所谓的态度强硬 那就是瞎诈唬 认为日本真的要打起来 日本根本是不敢和中国打的 可是等到日本真的跟中国打起来之后 那时候清政府才慌了手脚 因为他一点准备都没有 他们总是认为日本不敢打 真打起来以后 他们只能说是充充忙忙的应战了 到了后来 中国在这个战争中被日本打得大败 于是清政府又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他对日本是完全服软投降 为了实现和日本的停战 当时清政府就签订了 到当时为止是最为上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虽然说清政府以前也跟西方列强签订过多少 不平等台湾 但是都没有达到这个马关条约的上权辱国的程度 那么为什么清政府最后连骑马的面子都不要了 他跟日本签订一个如此上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呢 这就是因为他们要保住他们的权利 家伙家众到最后的时候 已经不是说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 已经成了清政府的权力保卫战 如果甲午战争继续打下去 打个十年八年 那么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是可以撑得住的 那么后来中国在抗战中打了八年 中国也是撑住了 可是对于清政府来说 如果甲午战争打成一个持久战 打个十年八年 他们就担心他们的权力 他们的政权能不能保得住 所以说清政府他不敢打持久战 他们为了他们的权力保住 他们要赶快结束战争 不惜用投降来结束战争 其实最后的目的就是为了保住他们的权力 在义和谈事件之后 慈禧太后他更是明确说 亮中华之物力皆与国之欢心 他也就是说清政府已经全盘接受了 这个西洋列强的条件 就是把中国完全对外开放 让中国的市场完全放给外国 这样就让外国能够得到各种金钱利益的好处 这样一来西洋列强 他们就不会再为难清政府了 甚至会支持清政府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后来中国的革命党他搞侵害革命 除了日本支持中国的革命党之外 其他的西洋列强都没有支持革命党 不过西洋列强他也没有支持清政府了 他们叫做持一个中立的旁观态度 这次中美贸易战的初期 北京习近平为了面子 他对美国曾经是非常的强硬 拿出一幅叫做不惜一些代价 以押皇家要和美国对抗到底的架势 试图这样一来就可以把美国给吓到 这是美国自己知难而退 就放弃贸易战了 所以当时北京就宣布 我们不怕打持久战 我们会不惜一些代价 一直打到底 可是后来习近平就发现 如果中国跟美国打一场贸易战的持久战 那么中国在经济上或许能撑得住 但是习近平本人的权力能不能保得住 那是另外一回事 或许中国的经济还没有垮之前 习近平本人的权力就先保不住了 所以习近平的想法就跟当年清朝末年 清政府的想法是类似的 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 他就不惜对美国要服转投降 只要让美国人得到真金白银的实在的好处 那么美国也就不会再为难北京了 也就不会再为难习近平了 所以习近平现在他就要改变 他打贸易战的战略战术 现在习近平的最新的战略战术 就是说要对外服转对内是更加的强硬 也就是说要对美国服转让步 答应美国的条件 让美国人得到这个真金实银的好处 来换取美国对这个贸易战停战 相反的习近平对国内就要进一步加弹控制 特别是要把大学和大学生控制住 因为自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来 中国的大学和大学生 一直是中国反抗运动的发起者 大学生是最容易出事的人群 所以习近平就要进一步加强 对大学和大学生的控制 于是就有了最近重庆福建这些省市高考 要重新进行政审这么一个奇葩的事情 我们先看最近习近平对美国川普总统 孵软的一个迹象 最近一段时间北京就释放出越来越多 对美国叫做友好的态度 他就显示出来 习近平准备要对美国 对川普要服软要投降了 现在北京的官媒对美国的报道 都是想方设法 他要找的什么一些事情来说 他说美国对中国是友好的 美国跟中国打贸易战并没有什么恶意 美国现在正在释放对中国的善意 其实现在美国对北京不但没有释放什么善意 反而是表现出来越来越多的敌意 他是用越来越强硬的手段对北京进行各种各样的极限打压了 比如最近在美国举行的中美外交安全对话 根据美国方案的报道 指中美双方针锋相对 争论是相当的激烈 美国要求中国撤走在南海岛礁上部署的那些导弹 指责中国妨碍美军的所谓自由航行行动 而且美国还在台湾问题 新疆问题上 这些北京最不愿意谈论的敏感问题上 对中国提出了批评 向北京发难 可是北京官媒的报道 他却是告诉人们一个相反的事情 北京的官媒说 这一次中美外交安全对话 指双方相互释放善意来避免新的冷战 北京的官媒报道中他这样写道 中美高级官员在记者会上面带微笑 肯定了建设性的友好对话 并且希望加强协调与合作 如果你看了北京的官媒 那都是一片叫做中美友好的祥和气氛 根本看不出来 中国和美国两个正在打一场很激烈的贸易战 有人或许认为 这次习近平跟美国川普总统会谈 习近平或者只是做出一个假投降 一个假承诺 先把美国人的这个条件先答应下来 然后我们先把条约给签下来 然后呢 这些条约我们都不执行 我们只说不住 再一次欺骗美国 那么习近平会不会这次再来一个花样啊 再次来欺骗美国呢 我看这一次习近平也恐怕是要当真的 他是要真的和美国签一个真的协议 而且是要认真的真的要执行下去 要让美国人满意 因为习近平现在已经非常清楚嘛 他要当一个终身的独裁者 当一个终身的皇帝 你不消除美国的威胁 他的皇位就不稳 如果习近平这一次再次来欺骗美国人 你可以骗得了一时 你不可能骗长久嘛 美国人一旦意识到他们又被骗了 他们就会再次发起贸易战 就会更加强烈的对北京进行报复 所以说习近平如果他骗美国人啊 对他自己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 因为习近平你是终身皇帝嘛 人家美国人早晚要找上门的 你要骗人家 你不可能永远把人家骗得了嘛 因此习近平你要稳稳当当的 当一个终身皇帝的话 他就必须要把美国问题彻底给解决掉 让美国啊不再跟他为难 习近平想要彻底的解决美国问题 唯一的办法就是对美国真正的让步 真正的对美国开放市场 真正让美国人得到好处 就是说是让美国啊 真的到中国能够赚到钱 这样呢才能真正的解决美国问题 也只有这样 美国人啊才不会继续为难习近平吧 所以说呢 习近平他出于他这个终身皇帝的考虑啊 他要对美国真的让步 跟美国签订一个条约 并且认真的执行啊 这应该说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 因为从习近平 他要当皇帝的这么个个人利益考虑来说 这样做反而是最有利的 当然了 习近平对于外国服软呢 你可以解决来自外国外部的压力 但是他并不能解决来自国内内部的压力 那么现在国内内部对习近平的这个威胁啊 主要是来自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 是来自中南海的高官 他们就有可能啊 发起一场政变 或者采取其他的形式 就夺掉习近平的权力 另一方面呢 习近平他也有来自中国老百姓民间的威胁 如果中国有老百姓上街游行 打出要求习近平下台的这个口号标语 那么习近平的麻烦就大了嘛 所以呢 习近平一方面他要想办法制止和避免发生 中南海高官的政变 另一方面呢 他也要想办法制止 避免国内的老百姓啊 上街游行 更不要避免打出什么 要求习近平下台这样的标语口号 一般来说啊 中国普通的老百姓上街游行的可能性 还是不是很大的 那么最大的可能性的群起呢 就是中国的大学和大学生 因为这个原因啊 最主要的就是说大学啊 它是一个有组织性的团体 大学生是有组织性的 他们是在大学这个团体之下组织高度 组织起来的一群人嘛 因为大学生他们都是住在一起 持住都在一起 他们具有很高度的组织性 所以这种有组织的人群啊 是最容易出事 最容易挑头掀起反抗 这个所谓的抗议的事件 中国近代建立了这个大学制度以后 大学就一直成为中国反抗运动的发源地 从1919年这个五四运动开始到现在 近代中国的所有的反抗运动啊 基本上都是从大学开始的 由大学生发起的 所以呢 这个是跟这个大学生啊 他们是一个具有高度组织性的人群啊 是有极大的关系 因为一般那些零散的人 他们没有组织性的人群啊 他很难搞成一个有规模的运动 但是大学不一样嘛 你规模比较大的大学 学生就有好几万 这个几万人的大学里要搞一个什么事情出来 那肯定是不得了的 我们前面也说过 如果中国民间出现反习近平的运动啊 那起爆点很可能就是中国的大学 所以习近平啊 就要加大力度对大学的控制 最近中国大学的这个校长的频繁的更换啊 这也表现出来 习近平对大学有一种危机感啊 他才那么频繁的要更换大学的校长 因为大学都是不是会出现学潮 那么大学的校长 他的所作所为啊 是极为重要的 如果大学校长 他的态度不是那么坚决 动作不是那么强硬 不是马上进行镇压的话 那么这个学潮啊 就可能一下子扩大到 叫做难于控制的地步 所以习近平就对大学的校长 格外重视 他必须要完全控制住这些大学 要把这些大学校长啊 全完全换上他的心腹 换上他可以信任的人 除了大学校长之外 大学生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在大学生里面 出现那些胆子大的 敢带头反抗的 那么就有可能煽动起一场学潮啊 所以呢 习近平就要对大学生 他也严加控制 严防那些胆子大的 敢于带头反抗的 不安定分子进入大学 就是要把这个危险啊 消灭在萌芽之中 所以说现在中国大陆 重新出现对要考大学的这些考生进行政审 他政治审查的目的就是要阻止那些胆子大的 敢于带头反抗的官邻分子进入大学 就把这些人啊 事先消灭在萌芽之中 在不久前 重新市实行高考政审制度之后呢 福建省也推出了高考政审制度 这就反映出啊 这次高考的政审并不是个别地方的土政策 它是一个全国性的政策 这一次高考政审的标准 当然不再是什么家庭出身了 它是在于所谓的个人的品德 凡是那些胆子比较大的 有反抗倾向的人 一律政审不合格 就是让那些有可能闹事的人啊 避免他们进入大学 那么中国以后上的标准啊 就只能是那些所谓绵羊型的 完全听话 完全顺从的年轻人 他才有资格报考大学 你才有资格上大学 你要是有一点反抗的性格 你有一点不听话的倾向 那么你上的权利啊 你就被剥夺了 这个和当年毛泽东时代 政审其实完全不一样的 毛泽东时代是造反派上大学嘛 是张铁生那样的敢反抗的 敢造反的人上大学 现在呢就是叫做胆小鬼上大学 你不要说敢反抗敢造反的人 就是你胆子稍微大点的人 恐怕你也会被剥夺上大学的权利 从习近平的角度来看 只有那些战战兢兢的那些胆小鬼啊 他们上大学才能从根本上排除大学生闹事的可能性 这样一来习近平的权利啊就安全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